《啟動九龍東》 這個確診是我們現有社區最大規模 最有潛力的一個發展計劃 《啟動九龍東》這個計劃 可能最近在傳媒或市面大家接觸得比較少 但是我可以告訴陳參和其他朋友 在特區政府裏面 我們是一直密度緊估推進這件事 最近我自己都主持過一兩次會議 聽有關政府的同事是匯報工作的進度的 《啟動九龍東》這個計劃 確實可以為整體香港提供一個更好的發展機會 擴大我們的經濟體積 增加我們經濟發展的容量 過去十年 九龍東的商業流年年績 已經由四十一萬平方米增加到一百四十萬平方米 如果你能夠繼續推動下去的話 接下來二十年 我們是有潛質在九龍東再建多四百萬平方米的商業面積 四百萬平方米等於四千多萬呎 大概是四十座中環的元昌那座兒禍大廈 過去叫康樂大廈 這樣面積四十座 可以整個九龍東為觀塘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經濟活動 至於陳先生你提到的還有油堂和九龍東應該整體規劃 這個十分同意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些想法 你看那個Loft的主演 我們都會跟進的 最後林先生提到房屋政策 我同意的我都知道 在我們大家的房間叫那個雙辣椒 是一個臨時性的措施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足夠充裕的供應量 未能夠推出來應付社會的需要之前 我們要從壓抑這個投資需求 壓抑炒賣需求 壓抑外來需求 各方面做起 長遠來說有些事情 稅制方面的事情可以做 使得我們的樓市 可以健康平穩發展 使得可以做到競選的時候 答應大家 就是說協助基層上樓 協助中產事業 這個目標 我很願意聽大家的意見 在這裏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經過過去一年 我們整體社會的努力 我每天在政府不停地推動 問責官員同事 工會員同事 大家支持和配合之下 我們短終長期的土地供應 我們要有著著落 所以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要繼續 朝著這個方向 行動力 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希望地區人士量解同支持 很多次我們要做一些規劃的改變 把一些政府休息用地 拿作住宅用地 拿作公屋用地 地區居民 都有些意見 有些助力 這個我完全理解的 大家都希望大家 不只是從自己樓 不只是從地區樓 而是從整個香港一起樓 我們真的需要擁抱 去健康地 希望大家支持配合 只要我們的供應充滿 大家買樓會容易一些 租樓會便宜一些 我們想公屋會快一些 只要大家配合好的話 我看到是從公營那方面 著手是比較根本的解決問題 多謝你 其實官徒民方 是可以住四萬八千年 四萬八千年 我會一路入行 我希望特首關注官堂的交通 好 繼續是一百五十號 然後是一百一十號 然後是二百三十七號 然後是一百九十一號 然後是七十四號 在這裏我請一百五十號的朋友 舉手一五零 在後面 我是一百五十號的朋友 我和你同學 我剛剛提到樓市政府做的措施 但這些爛招的措施 其實過去一年樓價不斷反升 凍結了整個樓市的交易 但其實凍結了我們香港社會的流動性 就是小市民向上派 好像官航區 其實很多的小業主 都想由小單位搬去大單位 但現在樓市辣椒 令到這個過程完全中置了 沒有小單位搬去大單位 哪有小單位出來 讓小市民上車呢 特首雖然不斷出招 但有沒有想過那些知能質有效呢 這些是不是蠢招呢 多於是藍招呢 我們有些團體 上個月有十二萬多人去遊覽 那些地產代理 工廠、裝修工人、室內設計、物流運輸 這些行業的人是很少上街的 他們都走出來 金融海市都沒有上街 但因為這是政府製造人為的 政府的干預 令到他們會失業 有個地產代理 在官航區的小地產代理 是拉閘的 特首一間行業可以經過 每一輛車都撞到 那要這班市民 因為政府推出一些無效的政策 而失業 而可能連職工都不斷 那這些措施是他的檢討 特首說開城復工 但辣招政策 特首可不可以跟我說 何時諮詢過業界呢 何時公開給市民發表 就著辣招的意見呢 是靈知雙人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更加難 那怎樣可以反映到 特區政策是靈聽民意呢 我希望特首可以在 在未來跟立法院去討論 印花上的細節的時候 可以有些放昏的措施 香港人擁有的有限公司 是否可以給予豁免呢 有些小市民想改善生活環境 是否這個DSD要檢討呢 是否入了條款呢 其實這些希望特首 其實和文習局長 都是真正的聽民意 而且只要是一個諮詢 讓市民像今天這樣 能夠和你們對話 去把政策是否真的有效 我們給你一個評論 很多謝這位朋友 我珍惜了這個機會的發言 第二位是110號 110 請工作人員拿著麥克風 給點位老友記 是的 很辛苦然後有這樣的機會 進來見到我們的特首和高醫生 因為我本人是姓許 叫許薛兄 我是香港土生土長大 我今年八十幾歲 我在觀塘住了幾十年 我讀的書不多 因為我讀書的時期 是抗戰的時間 所以我沒有什麼書讀過 但是一直到今天來說 我們住在觀塘的 譬如像我現在這樣 都算很拖賴 都算健康一些 但是每次要回覆診 是排的時間很長 甚至我的腳 肌如要鋸 才能夠聯合做手術 在聯合醫院 聽到聯合醫院能夠抗戰 當時來說是很開心 但是每次回去覆診 聽到那裏的醫護人員說 過去那段時間還是錢還未夠 剛才聽到高醫生說 有錢拿很開心 希望能夠早些 能夠將聯合醫院 這個抗戰快些去完成 另一方面 亦都很想 看得那裏 說了要建一間全國的醫院 希望這間醫院都能夠早日下城 因為觀塘來說 跟著跟著來 是有幾個大餘屋卵下城 今後來說 在這方面的醫療 能夠增加多一些 等到我們老少 都能夠得到一個 比較安樂一點的 有病可以看到的醫生 希望特區能夠做這件 是我個人的願望 好多謝 你和我講解 我們很多 都市民的議員 繼續下來 237號 好 這邊 請191號預備 一百三十七號 好 特首 我認識中的 有兩點大概要講的 第一件事 就是 對於你調控地產和樓市的工作 我是給你很多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你做得非常出色 這件事 我這麼相信 沒有人可以讓你做得更好的這件事 我也都相信 如果你真的下台 是沒有人會再跟著他起工 去調控樓市的 好 多謝 剛才有一位市民 他表達了說 他業界的問題 但其實我 作為市民來說 其實我是不同意認同這一點的 是因為 我給你一個原因 其實香港的樓市 已經升了很多年 是很不健康的 而那些地產代理 是開到成行不成市 全都押了它的庫位 根本就不是 對於香港的經濟來說 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發展 我認為不應該被他主導了香港的經濟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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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做 但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 這個是我對你為一個批評 跟著你來的 我覺得 政府不應該有時候 主責性的執法 應該依法辦事 任何事都是 例如 剛才有些人 有時候我去這些論壇 他們很不守規矩 在這裏這麼說話 或者在這裏扔的 還是怎樣 應該馬上就這樣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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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應該不是他的 不應該是公民的 因為他們是公民 他們不是兩萬民 每個人是公民來黨 這個是公平的 好 好 請你再一個表達 好 好 你呢 常常都是嫌人歡喜 就不是嫌喜 你不是 怎麼說 而是嫌喜歡仁 不是嫌人歡喜 對不起 那 你呢 最近 有個 有個 官員一為他 他忘記了一些事情 然後他就 不做了 那我想跟你說 那為什麼害羞人呢 連連有報都沒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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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都會控制他們 我覺得不要割擾他們 要控制他們 好 多謝你 191人 我們李德康和升區議會主席 今天先多謝行政長官梁振興先生 來到我們九龍區這裡 都聽取市民的意見 多謝黃文昇局長 以及高興文言局長 就這兩個局長相關的 我也想提一提 第一個就是關於我們香港 處理垃圾的東西 一個城市的垃圾 是必須要處理的 而另一方面就是 廚餘方面對於垃圾 其實佔的比例很大 在於自己本身 特區政府有充足財政的時候 能否有一個先導計劃 透過一些NGO 或者是團體 要有興趣的家庭 可以向我們 環保局裏申請一些 家庭的傳遞 使他們減少一個人受 另外一方面 國方可否主動聯絡 我們區裏面的 不少的大園屋邨 特別是公屋邨 都能夠有興趣有地方 支援他們一些 廚餘機 使得廚餘方面的垃圾 迅速在很短時間 減少 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黃大仙區的 醫療問題 我想高局長都很清楚 先多謝局長 在啟德那裏 有一個傳科醫院 支援黃大仙區醫院的需要 但我們覺得有兩個問題存在 第一個就是 我們坊間聽到 就是啟德的醫院 是伊倫三八醫院的重建 伊倫三八醫院有1,400個重軌 而啟德我們的計劃中 是1,600至1,700個 多了2,300個 能不能支援到 黃大仙區43萬人口的需要 所以我們仍然 希望盡快 落實我們職務醫院的重建 希望增加專方 及急診室的服務 因為按我所知 其實九龍區五個區 只是黃麗仙區 沒有急診室醫院的服務 希望兩位局長都能夠 支持這個建議 多謝 好 謝謝 繼續下來 74號 請問74號在哪裏 舉手 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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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或者給旁邊的那位朋友 說我們會更重點 我們 因為每位朋友 都是一次的 不給你出来 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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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旁邊的那位 你坐下 請你發言74號的朋友 請你發言74號的朋友 社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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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香港是個法治社會 我們開會之前都說得很清楚 每位朋友只是有一次發言 我理解他朋友的朋友 覺得謝先生還有話可以說 但我覺得我們也尊重在場 那麼多位朋友每人一次的機會 大家尊重這個規矩 謝先生 我們明白你 但請你辛苦一點 做你朋友的朋友代你發言 請大家不要騷擾他 請大家不要騷擾他 謝先生說句我講句 謝先生說句我講句 謝先生就是 謝先生 好 好 首先就感謝剛才特首承諾 還有自己的決心向菲律賓那邊去追討 但他們很希望你真的可以將你的決心付諸行動 因為很多時候你說天下無敵 造就無能為力或者就生無敵 剛才你講到開會二十多次 但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死哥是你家人 是你老婆或者子女的話 你會不會不停跟別人開會 開會開會開三年的會 就是不停開會 每次開會都會勾起他們家人 對他們死了的家屬的傷心 去拿一個真的很 鐵絲底利的地步 老大 我很希望你 除了開會之餘 希望你真是去付出行動 他們就想問 其實香港政府會有些實質的措施 要時間表 要路線圖 不只是開會 台灣馬英九做到的 我相信你都可以做到 聽人啊聽人 我現在想問香港特區政府 和中國的勢力大 為何台灣三個員 就可以搞這種事 特區政府要三年嗎 他們不想三年又三年又三年 又三年又三年 不想開二十幾次盟會 每一次開會就寄回商心節 可不可以成功 好 多謝你 我們現在呢 首先請高醫生回應了有關的問題 然後中個問題 可以回應 請大家縮營 請高醫生 多謝主席 請大家 首先呢 我也是 剛剛的發言 也有兩題 關於醫療問題 第一個呢 許女士提出的 關於聯合醫院重建的計劃呢 我們是會很努力 即是我們局的同事 和醫院管理局的同事 都是很努力 去將這個計劃呢 是盡量做好它 正如我剛才提到 這個聯合醫院的重建 擴建之後呢 那個規模是會大了 專科是會增加了 尤其是呢 原本沒有的總流科都會有的 那麼 與此同時 因為女士都提到呢 啟德的一個全科的醫院 那這個呢 當然在今天來說呢 還是屬於一個 規劃的過程裏面呢 是未在政府裏面 是正式覆過的 那還需要有些程序的 不過 我可以向你保證呢 這個啟德的全科醫院 這個項目呢 是我會作為 在食物衛生局裏面呢 所有的大型的掩劫節裏面呢 下一個階段爭取的 頭號的目標來的 那我也都深信呢 特首是會 一定支持我們的 那好了 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在這裏 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李主席提出到 關於黃大仙的醫療問題 這個呢 也是長久以來呢 是當區的議員 區議會呢 經常都跟我們反映 我們都是非常清楚的問題來的 那 關於 啟德的一個全科醫院 雖然我都明白 是 他來黃大仙 都不是說正在黃大仙裡面 但是呢 我們都很希望呢 啟德的全科醫院呢 落成之後呢 是對黃大仙的居民來說呢 是一個比較近的 一個全科醫院 還有我們可能會做一些 聯網上面的 一些重新的規劃 令到呢 黃大仙的居民呢 不需要說呢 是向東向西 兩個聯網這樣去看 那這個是第一 但是我們都知道呢 當區居民呢 也是一直一直爭取 在本區裡面原有的醫院 包括聖母醫院裡面呢 都是要爭設一些服務 那我一直跟大家解釋呢 聖母醫院的位置 和規模所限呢 除非是一間全科醫院的話呢 要不然呢 很難支援一個 是 急性室的服務的 這一點我相信 市民都明白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會盡快呢 去推進 聖母醫院的重建 也都呢 是就算推進的同時呢 我們都會呢 盡量在聖母醫院的 黃大仙裡 加點一些 無論是普通科 或是傳科的 一些個別專科的服務 多謝你們 我想回應一下 李德康先生的提問 他的提問是關於 香港廚餘的問題 大家知道了 香港在每一對城區的垃圾裡 差不多有四成左右 是傳媒相關的垃圾 是一個要正面面對的問題 亦同二十零三年港法的 政府要和社區和地區一起合作 處理這個問題 有幾步可以回應的 政府第一步做呢 就是推出這個 《識識香港運動》 希望大家呢 在生活上 減少傳染的產生 這個是 我想月頭減費 是大家驗同的做法來的 第二 有一些先度計劃 其實政府呢 已經是有一個基金 是希望整理的 就是大陸 可以是 透過這個基金 可以是有個 就地處處處理的一個設施 我們營標 有香港 九龍新街 一共 可以有五十幾個屋出 是可以申請的 現在又有餘下 是可以接受申請的 希望大家可以做的 另外 公共屋存 地處處理的設施 可以在不同的區 也可以公認 和市政府處在一起做 很重要的是 香港有一個 整體的 處理的 政策的需要 所以我們在這裡 做一些細節 我們希望在今年的 更恐怖 更一年 去認對香港的全力 OK 你好請 朋友見像的 剛才五位發言的朋友 有當中最後發言的一件事 再提醒我要跟進 要求菲律賓政府回應死亡者、家屬和傷者的四個訴求 我會切實去做 我上任一年尾 我和特區政府有班官員在中央政府支持下 有一些涉害事件影響到香港人的權益 無論我們對象、對手的國家是大國、是小國 在亞洲地區或西方 我們都切實去做 大家是看到的 我們是落力地去爭取和為香港人的權益 我再一次答應謝沙 我和特區政府官員一定會通過不同的渠道 相信中央政府也會支持我們工作 去為香港人報告 剛才有兩位提到樓價的問題 我請朋友宿靜 因為我是給特首回應市民很想聽的回應問題 請大家宿靜 在過去一年來 處理香港人的住屋問題 無論是需求著手、供應著手 是短期、中期、長期著眼 一直是特區政府和我的工作 是重中之重 沒錯 在實施雙辣椒之前 樓價是升了一段時間 實施雙辣椒之後 可能有個別的樓盤繼續上升 但是到了現在 基本上樓市的抗爭是被壓強的 樓市的理性上升也是被壓止的 我認為雙辣椒是有限的 至少我們應該知道 如果我們當時不是果斷實施雙辣椒 過去的大半年來 恐怕樓價也會再升了一兩成 使得大家的負擔會更加困難 更加沉重 使得我們香港的樓市 那個泡沫的風險更加大 我們的金融體系所承受的風險更加大 雙辣椒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呢 不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要從供應出來 使得是有比較充裕的供應 在滿足大家 上樓 買樓 租樓 那個需求之前 它是可以避免我們的樓市 進一步泡沫法 這個我用意 我們一直向大家交代清楚 當然我十分理解 地產代理界和其他的相關行業 我知道不單止是地產代理界 也包括做裝抽的 做搬運的 或者賣家具的等等 都會在不同程度 直接但接受到影響 但是為了整個香港市民 它的住屋需要 或者整體的樓市健康發展 所以為了我們的金融市場的穩健 我們是有需要做這方面的工作 剛才有李德康主席提到 廚餘機的問題 大家看報紙都可能看到 過去四五年 我自己一直在家裡搬去禮賓府以後 一直在禮賓府都有用廚機 身體力行很多時候 我做一家人吃飯之後 將食籍的東西 送頭送的東西 和骨等等 掃去廚機那裡做 就是讓它將廚機變成 可以比較容易處理的 放在花園 放在籃子那裏 放在肥料的這些東西 但我在這裏想提一句 李主席提到 剛才王局長也答了 是否政府可以怎樣整個先動計劃 給一些非牟尼或非政府的 平台申請 裝置一些廚機給大家用 這個我們回去會認真考慮 但也想提一下 到最後 我們處理廚餘問題 無論是用廚機處理 或者用其他方式處理 或者是其他藍燒的問題 護體份量的問題 到最後 都需要大家和政府配合 如果那些機器 真的送去大家社區 送去大學村那裏 都希望大家能夠真正 花點心機 花點時間 做好分量 做好處理處理的工作 這個有點像什麽呢 我們幾十年前 在香港搞一個清潔運動 使得香港今天我們的使用 確實比以前很多 我們的衛生比以前很多 這個不是靠 政府請多些清道夫去掃開 掃乾淨 靠是什麽呢 靠大家入控心 讓我們儀式 大家不要隨便掃垃圾 或者高空掃垃圾 幫政府那些政策 當日要聽大家的意見 聽大家的意見 推這些政策出來之後 請大家支持 請大陸 謝謝 好 我們繼續 到日第三